又到了一个长测车的一个环节了 这台是我们近期马上开始长测的这台无极300GY 那这台车呢刚刚到我们手里面 在它新车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打这个进行一个全面的拆解 先来看看这台车的设计啊 用料啊一些结果方面的东西 OK我们拆完了 就是拆到这个程度了 两个人一个多小时就把这些外观的覆盖件 还有一些框架的东西都拿下来了 包括车头我们也取了下来 油箱也下来了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整个车的结构 和这个框架还有各个东西的位置 那在这块呢 其实这个从头开始说吧 这个车可能大家很多人寄希望于把这个前轮更换成更大的21寸前轮 但是呢从目前这几天的简单的这个接触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19寸前轮在公路上还挺好用的 然后如果你要更换20寸的前轮 从事这个简单器我也建立一并进行升级 当然了如果升级简单器 那么你的上下三星 那这个肯定也要进行一些变动 那整套这套东西 可以说转向住前面这些东西都要换掉 那是最合理的啊 我觉得如果只换一个前轮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会差点意思 当然了这更换前轮和简单器 也是我个人在未来长测这个当中的一个小计划 希望能够尽早的实现啊 然后这块大家看到了 这是一个车头的支撑的支架 那这个支架呢 是用螺丝固定在这个转向柱上面的 那这个做法呢 其实就很接近这个很多这个改装垃圾车的一个做法了 当然了这个车架的这个支架的材料呢 是普通的材料 如果想让它更轻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换成这个CNC的 就看你花不花得起那个钱 或者说舍不舍得花那个钱 我觉得意义不大 减不了太多重量 当然了这个强度看起来挺那个单薄的 但是让这个强度 对于支撑刚才我颠练一下那个车头的重量啊 其实应该是足够的 只要不仅大幅度的飞跳啊什么 我觉得这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在这块的这个车吧 其实我个人这两天静态的去感受 动态式感受 觉得车吧稍微有一点窄 那在这块看呢 其实这车吧也是比较容易更换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行更换一些 稍微再宽一点的车吧 或者是换成再加一个加高座之类的 这应该很容易做到 然后在这块这个水箱 我可以提一下水箱这个做工 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个水箱做工学还挺舒服的 是不是啊 包括这个折弯啊 包括这个角度啊等等 然后另外这个水箱的护网 这个配置还挺赞的啊 就原厂配置两个水箱护网塑料的 然后固定的位置方式呢 也是比较主流的 跟雨野车 跟那个进口车是一样的 这样一个箱子插进去 然后螺丝固定在这边 还是很结实 很稳定 然后也很好用 又轻 然后水箱整个做工还不错 然后配置了一个单独的一个风扇 再来进行散热 因为那边是覆水壶的位置 所以只能加装这一个风扇了 除非在 如果还想再加装一个的话 就要把覆水壶再挪一个位置 然后整个车的车架呢 是这样的一个摇览式的结构 大家在这里应该能够看得比较明显了 是吧 发动机就坐落在这个车架的里面 然后这部分呢 是一行梁 然后这部分是钢管搬出来的梁 中间是用螺丝在进行结合的 那这个车架和发动机的这个搭配呢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很成熟的一个方案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话 什么有太大的空间了 我觉得结构啊材料啊 重量都固定在这了 包括重心的位置 那基本就这样了 那这里面ABS泵在这里 可以看到装的这个位置啊 保护性还可以 还是可以的 在这个位置 ABS泵在这里 然后呢 它的油路 然后电路 这是刚刚拔下的油管 还是稍微一点低油啊 没关系 整个这个分布呢 其实还是挺易于去维修的 只要抬下了油箱 这些东西就能都能够露出来了 包括火热塞的位置 火热塞其实在侧面是可以拆的 但是如果抬下了油箱 是更好进行这个清理和这个直接拆卸的 这些都不错 然后这个副车架是用螺丝连接在这个主车架上面 说白了就是一个分体式的副车架 那这个我是很喜欢的 我一再的不断的去说这个事情 就是但凡我觉得啊 但凡是你有一点越野能力 或者越野设计的车呢 这个分体式副车架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就整体式的车架呢 当然它车身的刚性会更好 在公路上啊 在竞赛啊 在竞速的时候呢 它操控性和车身整体性的反应会更快 更灵敏 但是呢 在越野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你需要车身有一定的形变去吸收那个冲击 吸收那个颠簸 如果是一体式式架呢 长时间以往呢 可能会导致整个车下的一些硬力的形变 或者说在摔车的时候呢 整个车架如果有一点 比如说车尾就一点歪掉了 那整个车架就得进行更换 那如果是分体式这个车架呢 如果你这边车尾不受伤的话 那么只要更换掉副车架这部分就可以了 前面的发动机啊 整个摇篮车架啊 包括车头啊什么都不受影响 那这一点上在成本上 然后在使用便利性上还有对越野烂路的操控性上 都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一个设计 然后空力的设计呢 也比较紧凑了 拆掉这个旁边这块侧板 然后在这里再拆掉这块空力枪的一个板子 然后这个空力就露出来了 在这里进行侧面就能把它这个抽出来 这还是比较方便的 相对比较方便的一点了 所以这个结构上来看呢 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 比较稳定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结构了 然后当然它这个还有一些值得去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我说材料的使用 可能如果用更好的材料呢 会减轻车辆的重量 尤其车价这部分 但是呢成本上肯定也会上去很多 所以目前从这个性价比 从这个各个方面的平衡上来讲呢 这个车现在做到这个程度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正常去使用 当然了如果想更多的升级的话 那需要更多的研究 那未来呢我们长测这块 也会有更多的研究去在这个车辆升级方面 希望我们能尽快的做出来国内最清爽的一台300GY吧